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HELLO 大家 歡迎回到生活不就這樣 我是小千 我們現在在這個 這個車站 然後我們是 搭車從Oldens過來 要去樂高樂園 因為我們有買Season Pass 我們會持續的探訪 不同季節 跟不同 還有不同活動的這個 Legoland 然後我們再出一系列的這個 樂高樂園給大家看 我們會從這個車站 然後等一下轉搭43號的公車 他就在火車站的對面 大概在35分鐘左右 他那個43號公車還會再停一下Belong 機場 有些人可能也會搭飛機 直接到Belong 因為他機場離樂高樂園 你可能剩下大概10分鐘車 所以如果單純想要去樂高樂園的人 可能蠻多人會直接從機場那邊過去 說到丹麥不能不提到樂高 丹麥是樂高的故鄉 1934年 樂高公司由克里斯提安森創辦 LEGO 源自於丹麥文的Ligert 意思就是玩得好 公司創立多年後 克里斯提安森意外發現了 在拉丁語中還有 I put together 的含義 也更大程度的影響公司的發展 讓LEGO漸漸成為利用無數多個小單元 拼組成各式各樣商品跟建築的玩具 1968年 LEGO LAND在克里斯提安森的故鄉 Belong開始營運啦 現在全球開放以及規劃建造中的LEGO LAND 其實有16個 但是丹麥的這個肯定是最古老 樂高樂園冬季會休園個幾個月 在春夏之際重新開放 中間還會有萬聖節、聖誕節等活動 每個月的營業時間也都會有些變動 如果要安排到樂高樂園的人 記得要先到官網查詢一下喔 基本上一張One Day Ticket 是329到359丹麥克朗之間 線上預先買票會比較便宜喔 考量到我們預計會賠親友前往多次 只要去三次以上就回本 所以我們就買了Season Pass 從今年4月開園開始到年底都能夠入園 總共是799丹麥克朗 LEGO LAND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看點 就是MINI LAND 它就是這一區 把很多各國看得到的景觀跟建築 然後還有一些小人物 都把它做成MINI的模型、樂高模型 而且它很多都是有帶電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場中會有會動的熱氣球 會走的飛機當然沒辦法飛啦 但是還有火車啊什麼的 甚至有一些小人物在屋子裡面動來動去什麼的 其實都超級精緻可愛 所以其實你在每一個點都可以看著它很久 MINI LAND中看到的每一個建築每一個物件 都精緻到你會驚嘆 這樂高做得真好耶 還會自動洗澡 你就像是以上帝的視角看著生活在這個世界的每一個人 每一個畫面 如果你去過荷蘭的阿姆斯特丹 你就會對這些彩虹的小房子感到熟悉 如果你去過哥本哈根的阿姆林寶宮 你會發現它把衛兵交接也做出來了 如果你去過挪威的Bergen 你就會知道這個通往超美夜景的攬車 這些場景就像替你回味了一遍你的每一趟旅程 即使是沒有去過的地方 你也會因為它的用心而嘖嘖撐起 甚至會把真正的樹小小棵的樹放進來 然後看起來就像迷你世界裡面的大樹 有點混合實境的感覺 可以想像這維護起來有多不容易 太多太多了 真的很建議大家多花點時間來欣賞這個小小的世界 光是這個MINILAND 我覺得就可以花非常多的時間逛 都逛不完 因為位於丹麥 MINILAND中也比較少看到亞洲的建築 所以能在這裡看到101還是相當興奮 它這位鞋還是用幾篇樂高拼出來 它這個101是26730篇樂高拼出來 每一個建築啊它通常都會加上一個告示牌 會告訴你這是什麼地方的建築 然後也會告訴你它是用多少樂高拼成的 我真的很喜歡MINILAND這一區 畢竟是個遊樂園 該有的營銷飛車還是有 大多的遊樂設施都會搭配樂高造景或主題故事 讓你不只是刺激這麼簡單 像是Dragon就會在開始衝刺前先讓你看一些龍與城堡的故事 再來這個有點像是火山历險的遊樂設施 在它下沖之前先給你看一些可愛的樂高動物 我自己私心很喜歡的MINI BOT 則是像遊園的方式讓你看到樂高做出的世界名勝古蹟 這也算是環遊世界的一種了嗎? 其中也有一些互動性很強的親子設施 像是海盜船 等到你們在裡面濕透了之後啊 外面還有這個收費的烘乾機 好溫暖喔 那個海盜船在船上的都會超濕 所以這個就是放在海盜船旁邊 不過在這個下雨或者是天超冷的時候 進去暖一下好像也是停不來的 波動性很強的還有這個消防車 很可愛喔 趕快回去囉 好笑喔 這小朋友玩應該超開心的 如果是平日來的話 各大設施幾乎都不用排隊 假日或是有活動的時候 等候時間也都只要五分鐘以內 樂高樂園 樂高樂園作為以樂高為主題的遊樂園 在每個轉角都加入樂高的元素 你看到的每個東西幾乎都是樂高做的 讓你光是在園區內走著也不無聊 會發現很多很可愛的小東西 主人區尿尿然後狗狗可以來這邊喝個去 如果走累了 園區內有許多賣熱狗冰淇淋爆米花的小店 很有趣的是他們有一日可樂方案 園區內有許多refill的機台 只要買了杯子就可以當日喝到飽 不過要不是你有大量的可樂需求 這一天139大麥克朗還真不容易刷下去 當然你也可以選擇坐下來用餐 有family buffet pizza buffet 也有美式餐廳 如果喜歡吃巧克力的話 記得要來試試這個樂高造型的巧克力 超級可愛 樂高樂園可以玩的地方太多了 有許多主題慣讓你一待 甚至就是半小時一小時 下一集我們會再繼續分享樂高樂園的好玩之處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分享 並按下訂閱的按鈕 支持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也別忘了追蹤我們的IG跟FB 更能看到我們的生活所睡消息喔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